他们是追逐渔群的海洋猎豹 是能快速下潜到数百米的深浅之王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在台州搁浅的微笑精灵 瓜头鲸 7月6号 12头鲸在浙江泰州临海投门港海滩集体搁浅 生命危在单膝 当地的消防 渔政及热心的附近的渔民 迅速展开救援 浇水的挖坑呢 为了提高鲸的成活率 人们还撑起了遮阳网 拿着冰块和浸水的棉为精降温 最终救回了九头 因为现场的温度高达30多度 遗憾的是还是有三头精 因为气温过高等原因死亡 剩余的精也陷入了生存危机 最终被分别送到了不同的地方安置 当拯救行动逐渐落下尾声 新的疑问接踵而来 精为什么会搁浅 难道真的是一次有玉毛的集体自杀吗 根据专家的解答 搁浅的精并非是领航精 而是刮头精 和领航精相比 刮头精的体型更小一些 仅有两三米长 头部的形状也不一样 领航精的头部更凸 而且圆润 刮头精的稳部细长 唇圆边有一条白边 牙齿细小且密 相同的是两者都为群居性海洋动物 震撼人心的精之声 甚至可以帮助他们进行 百公里以上的相互交流 通常节省十余头以上的群体 或者多大数百只 群体中成年刮头精较少 大多为成年的雌精和幼崽 主要吃的就是 以鱼类乌贼 偶尔以甲克类的动物为食 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提起隔浅精的例子 数不胜举 七月前 在西西兰 四百头领航精隔浅 但费尽心力只救活了一百头 2020年的9月 澳大利亚的 塔斯玛尼亚的五百头被困 只有120头过救 大面积的精隔浅让专家一筹莫展 导致此现象的原因至今都违法同意 集体自杀还是被动自杀 谁都不敢妄下结论 自杀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精脑子里长了寄生虫 被海洋底部的声波干扰 94年到04年 当西班牙进行军事演习时 大量的领航精隔浅 可行不停止之后 当地的精隔浅的事情就在发生了 事实证明 声纳确实能导致精隔浅 作为智商部署人类的海洋生物 他们之间也会相互协作 因此一旦有精隔浅 其余伙伴想要救助 所谓关心则乱 都会前扑后机 排在沙滩上这样 精集体隔浅的现象就出现了 碰见小的精隔浅的人们尚且能救 可遇到体型堪比巨伦的抹象节 如果不及时处理 只有两种结局 精会做成标本或者产生惊爆 精险营救现场的 救援人员满身泥宁 热火朝天参与营救 而在遥远的大洋彼岸 但法罗群岛 他们的同类正在经历着人间猎狱 175头领航精的屠杀行动 刚结束不久 估计现在海岸还是红 瞬间被触目惊心的鲜血染红 与之相比较的恐怕只有日本了 为了能光明正大进行补精 直接退出了保护精的活动 法罗群岛补精活动 与日本的补精 以及加拿大的补猎 这个海豹的活动 三种打屠杀 都是有冠冕残皇的理由 或是社会性的习俗 或是商业目的 或是生存不能 这是蓝海成地狱 生灵无处去 美名为过节 其是为贪欲 但奈何日本补精是能手 愿其遭厄运 精能海上游